預算杯四強賽事 雖然是由古堡為主體的新北市 要對上東石高中位代表的嘉義線 正面交鋒 新北市開局就展開兇猛的攻勢 開路前方王弘毅一上來就敲出了一支 又外野深遠的二雷安打近戰得點圈 緊接著打擊的曾漢宇廢話也不多說 馬上又補上一支中間方向的穿越安打 幫助球隊首開記錄 不過比賽來到二局上面 輪到新北市先發同手林瑞翔出狀況 第四棒 朱邁克安打上壘之後 再靠著角城道上的二壘 兩出局之後 第七棒的林玉維 一棒掃出了左外野方向的落地安打 雷上的跑球中脈可繞過三壘之後 要繼續衝本壘 跟球比速度 結果硬是找了一步滑進雷幫 Safe 先將比數給追平了 接下來 第八棒的蔡剛鋒 再補上一支右外野落點巧妙的安打 幫助球隊一局反超的比數 只是隊伍好不容易辛苦超車 嘉義線的先發鬥手岩誠意 卻完全hold不住戰局 二局下半 一個寶松外加一次二人安打 馬上被追平 緊接著二三的友誼的情況 出現了要命的暴頭 讓對手並不顯認 跑回了超前分 而且這個半局還沒有結束 第二棒曾漢宇隨右再補上一支高飛西安打 這個半局一口氣吞下了三分的大橘子 三局下半 新美式攻勢再起 雷上游的情況替包棒的蘇偉智 敲出一支適時安打 二雷上的跑者繞過三點回來攻下第一分不成問題 而且這個回轉球加一線 又在這時候守備出現的失誤 而這個接球的失誤也讓他們再多掉了一分 前三局打完 新美式是取得六比二的領先優勢 而這個比數一度將持來到六局上半 輪到嘉一線要展開反撲了 一開始三四棒的許冰險 以及朱曼克連續安打串聯 將新美式先發投手林瑞翔給打了下場 嘉一線隨後靠著推進以及高飛西安打 先追回了一分 也逼得新美式換上這個半局的第三任投手 也是震動的王牌之一 萬昭青上場救火 這球成功讓打者極強的內野滾低球 沒想到遊擊手劉志榮 卻這時候發生了要命的火車過山洞失誤 而這個失誤讓他們付出了兩分的代價 也讓雙方變得只有一分差的緊張局面 所謂萬昭青沒有讓這個失誤影響心情 即使踩住了剎車 傷害沒有繼續擴大 九局上半 嘉一線最後反撲了機會 這可惜是三上三下 中央西北市是以六比物一分險勝 也搶下了預算盃冠軍賽的門票 週一將與高雄市以及台中市的聖邦爭奪冠軍 爭取今年U18世界盃中華隊的主訓權 我來提訊文 黃瑞虹 王德馨 綜合報導